已经开始了 哈喽大家好,又是我胖海海 对,又是我胖海海 这期视频我们来看一下那个宝马三系 我们之前不是那个买榴莲的那天去看了一辆二手的三系吗 那个车主他毕业了 我们看了车之后就跟那个车主聊好价钱 我们就把那个三系给卖下来了 当时我们拍了一个大概的车矿 我们看看当时的情况吧 哈喽 左边 这个三系刚买回来了 大概样子就这样子 当天看的时候没有拍得很清楚 今天拍一下 哦,保险刚这里刮划了 尾灯这里也撞烂了 这里粘上去 车身上都有些熬痕 这都很正常用了这么多年 然后车挺脏的 轮胎 四个都是米其林的轮胎 然后是18年的轮胎 开起来挺安静的 台湾还是挺厚 暂时不用换 大概还能开个一年到一年半左右吧 刹车片也还好 车挺脏的 然后很多这些落叶都积在这些地方 我感觉那个空调有点不冷 可能也是因为这里那个空调过滤器太脏了 这里少了一个反光板 我已经在网上订了 还有后面这里 换大灯的那个盖子也是掉了 我也买了个盖子 然后前面刹车片挺新的 但不知道为啥只有低速刹车的时候 它有点抖动 前面两个轮胎也还可以 也是18年的第36周生产的轮胎 然后发动机这里有点漏油 应该是这个oil filter housing这里漏油 到时候换一下这个电片就好了 然后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从这里很明显看出 这个水箱这个接口这里 应该是年纪比较大的 这个塑料件不太行 已经烂掉了 水箱也已经定了 到时候把水箱跟水管 这些全部都给换掉 然后灯这些还没有检查 不知道有没有问题 到时候检查一边 这里前面保险缸 这里也刮花了 这是附加的保险缸 然后大灯也老快很厉害 有点发狂发白 到时候翻新一下就好了 后驱车 这里有点刮花 这是副驾的车门 车上面这里刮花了 镜子上也是 然后这种塑料件也晒得有点发白 那时候洗一洗处理一下 上点油就好了 大大辣什么的 整体上还好吧 看一下后备箱 我备箱备胎 现在这个车没有备胎 保马车主都带机油 正常的 好这辆3系收回来 大概的车况就这样子 然后在后期我们的视频里面 我们会 逐步修复这样 保马3系 把一些存在的问题 我们肉眼可见的问题 都给它修好 然后我们最后会出一期视频 就是我们完全修复之后的视频 好谢谢你们观看视频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这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 谢谢大家收看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视频的话 请给我们点个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打开小铃铛 再次感谢大家的收看 拜拜